大家好,我是彩虹 第一次见,肉饼还能这样做 超解馋,超过瘾 200克面粉 2克盐 25克丹叶 25克油 90克水 以上食材混合均匀 再揉成稍软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继续揉5-8分钟左右 将面团揉至细腻光滑 平均分成4份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搓成长条状 盖好保鲜膜,饧面40分钟 接着准备400克肉馅 按个人口味,加入姜末 盐 13香 蚝油 生抽 老抽 鸡汁拌匀 拌匀 拌至肉馅变得粘稠 再加入洋葱丁和油 再次拌匀 最后再加入适量香油增香 肉馅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团会非常的柔软 按板撒一些玉米淀粉防粘 取一根面器按扁 再擀成薄薄的面皮 面团在很软的状态下 利用玉米淀粉来擀面皮 防粘效果会非常好 只要面团揉到位 醒到位了 想要擀成这样的薄面皮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还很容易 放上馅料 简单粗暴 直接用手将肉馅抹匀 再从底至上卷起来 卷好后扭一扭 单手上劲 像这样 层品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最后准备披萨盘 底部破好油纸 再将卷好的生坯 在盘中盘起 个别地方的洋葱丁 会把饼皮割破 放心没有影响的 表面再刷上油 这样烤完的饼皮 会更加的酥脆 想要颜值高 鸡蛋液少不了 最后再撒些芝麻点缀一下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 烤45分钟 时间和温度 还是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时间到出炉了 哇,瞬间香气扑鼻 冷却一会儿之后 切成小块 就可以开动了 酥脆掉扎的外皮 包裹着柔软的内心 吃上一口 别提又多麻足了 解馋又过瘾 肉饼这样做 保证全家人都喜欢 周末了 朋友们赶快安排起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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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